现在民众党集体在玩一个游戏 叫做科匹大风吹 大风吹 要吹什么人呢 吹要为科匹背锅的人 所以现在他们每一个人都在找椅子坐下 因为如果说你太慢动作 找不到椅子坐下 你成为唯一站的那个人 最后你就是出去嘛 哦这样子哦 对对对 结论是这样 就要出去背锅就对了 因为民众党是柯文哲一人政党 对 然后现在他们整个党的风向跟风气是 不管柯文哲出了再多问题 柯主席都还要当主席 对不对 你看到了今天已经连环报到这个程度了 柯文哲说他会负全责这些 请问他负了什么责 除了发脸书之外 他负了什么责 负责打字key in发脸书而已啊 那在这整个过程 还是负责推责任 负责把责任都推光 柯文哲最大的负责 就是他负责指出谁要负责 对不对 一开始他只说是端木正嘛 后来支持者炸锅不买单 后来他在指说李文中 他说他相信他50年 他错了 悟性50年的同学 现在大家还是不买单嘛 所以才会党员又炸锅啊 这个黄复兴党部张乔宇出来说 没有没有 是你们战狼夫妇 对不对 这个义勇军 说越领 二三十万战狼夫妇要负责 高薪的饭桶 但是战狼夫妇要讲什么 没有啊没有啊 没有啊 柯文哲不是只听我的 柯文哲自己的line里面有很多人 他会听这些line里面的 所以他就会说主席的通讯软体 超级畅通 超级畅通 这个过程就是每一个人 在为自己拉一张椅子 找位置坐下来 然后呢 就是比谁的速度快 速度慢的人 抱歉 最后你就是要背锅 那包括了蔡壁如 你看他因为选举的时候 当选立委嘛 现在他跟黄国昌一样 得天时之力 就是说啊 这比烂战跟我没关系 所以他可以呢 回过头来批评说 你们这些党中央 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可是呢 党中央这个陈志涵 他也不是这个吃素的啊 对不对 他是战狼小姐姐 他是吃肉的啊 所以他说 你蔡壁如凭什么管党务 直接呛回去啦 我其实没有听说过什么 有几十市政顾问 不能管党务的 是啊 哪有这种啊 因为当初柯文哲 2019年主党的时候 他是台北市长 那我请教 他身边当时 有几职市政顾问 有没有在帮他 管理主党的事情 有没有民众党的人嘛 就有嘛 对不对 那黄珊珊在选举的时候 市府不是很多的 一级主管 所有局长 都要去帮黄珊珊站台吗 对 陈志涵 他以前在台北市 当发言人挂的是什么职 有几职市政顾问啊 那他有没有对 民众党的事情发表意见 有没有帮柯文哲解释民众党的事情 所以这个陈志涵讲的这些 其实浓缩成一句话就是 再比如你没资格来讲我 其实就是这样子嘛 那你看 那接下来 还有这个不分区排名第17名 突然宣布退党 对退党 指责什么 黄珊珊 你看黄珊珊 你这个剥削移工这些 黄珊珊说 不死死控啊 没有啊 但他要看到一件事情啊 依照民众党的所有 不分区的排名里面 因为他们提名的女生比较少嘛 如果人数再少一个的话 陈志涵就有机会做立委 对 那现在前面的女生 是不是还有谁 会被找出来 还有谁会找不到椅子坐 大风吹输掉出去 所以就陈志涵立场 我再怎么样 我撑住 对 是不是 一定要撑住啊 就快到你了 对 快到了 对 陈志涵现在是什么身份 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他是民众党立院党团的主任 对 这个立院党团的主任 现在在党务讲这些 这是干什么 是什么身份 简单来讲 他们现在所有人在抢的 就是要继续巴着柯文哲 留在他身边 撑到什么 撑到真的有人 为了这一笔滥杖牺牲 他们所有人就安全 柯文哲他就是领导无方 让这样的情况出现嘛 所以才会认评说 坏消息越报越多 所以才会认评说 旁边的人都在互咬互杀 就是为了要取得这个 不要出局的结果 那柯文哲这种优柔寡断 遇事不决 而且推卸责任的主帅 率领着一群乌合之众 那也怪不得啦 这些张乔宇啊 这些热心的支持者看了 只有两个字啊 心痛 心痛 真的是心痛而已啊 对 对 对